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前两天家人提起说很久都没有吃红烧乳鸡了 于是我今天决定自己做 给家人吃回很久都没有糖吃红烧乳鸡的滋味 都不是很难的 你有兴趣的话也试试做 首先我准备了花椒 八角 草果 桂皮 两片香叶 两片果皮 姜和葱 还有点盐 还有今天的主角是两颗乳鸡 我把它洗净 晾干水 首先把所有材料倒入一个煲 把水倒进去 盖上盖上盖子 开烤 将它煮滚 滚起后大约煲10分钟 目的是将所有材料的味道煲出来 已经熬了10分钟了 现在可以放入乳鸡 如果水滚起的话 就把火开小 尽量不要让水滚起 现在要用低温浸熟 大概20分钟左右 在浸乳鸡的同时 我准备了2汤匙的红醋 和2汤匙的麦芽糖 麦芽糖因为它很硬 所以我用微波炉加热大概20秒 所以就黏在旁边 我会把这2种材料混合在一起 倒入大红折草 加入大红折草 加上麦芽糖 将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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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20分钟了 我将它撈起 bt民心汤匙 便搅拌均匀 把鱼鸡打全部洗 停干水 停水封干大约3小时 晾干乳鸡后用一个锅 放些油大约1寸深 油热后可以用筷子试温度 如果筷子在油内很多气泡出的时候 证明油温差不多 我用一个有洞的壳盒 绳着乳鸡 然后反反复复地将油淋在乳鸡上 颜色是否越来越漂亮呢 越来越有光泽和金黄色 两颗颜色很漂亮的红烧脆皮乳鸡 就差不多可以了 我将它斩件就可以上碟 皮脆肉暖的红烧乳鸡 就可以完成了 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试一下